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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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传奇GM6和大通G50怎么挑选 这都是小MPV 按说合资品牌的图案L应该是最好的 但事实上它卖的不好 它这个空间也不占优势 三选一我建议你看看传奇的GM6 因为毕竟广汽的品控做得好 大通的车型没有6座的 而且这个车品质 我觉得照广汽稍逊 还有的车型 如果你可以考虑 还可以考虑极力的佳季和SOMAX 咱们自助品牌现在应投赶上 像这个区间小MPV区间 我觉得合资品牌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所以我的推荐是广汽传奇GM6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忙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